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 今天的影片就是我的韓國彩妝購物分享 真的買太多了 這支影片一定會超爆場 大家記得準備好你的飲料跟你的零食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我的火力幾乎都集中在買眼影腮紅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覺得好像因為口罩逐漸解禁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對彩妝的慾望瞬間整個大爆炸 好 我們就馬上從底妝開始 我沒有買任何的妝潛跟防曬 底妝我買了兩個 一個是LUNA的這款 非常夏天感覺綠色包裝的氣墊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KOLIO 它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的這個粉底液 我就一邊臉各用一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們的妝感 然後這個我因為就想說粉底液比較需要測試 所以我前兩天已經有先使用過了 KOLIO這一罐我是買4BO 這一個比較深比較健康的顏色 然後用在我身上我覺得效果很自然 而且沒有暗沉 到晚上也不會變得臉黑黑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挑比較自然的色號的話 你這個系列是可以真的 往比較健康的顏色去挑 不用擔心顏色會暗掉 然後擠在手背上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是這樣 很有流動性的 然後推開來是這種有一點乳霜感 直接上了一次喔 你看那個顏色 真的滿自然的吧 我買的這個組合裡面是有送這個 有點大理石鴨紋的粉撲 然後總共有4塊 它就是長得像這樣 欸我這個已經有用過 所以有點髒髒的 請大家不要介意 這一塊跟我之前影片推薦的那個 也是菱形 然後這確實是有賣的粉撲 長得很像 而我覺得用起來其實也滿像的 它們都是屬於那種氣孔比較大 比較會吸粉底的類型 就如果你是產品太多 像我一樣的人 你就可以用這種粉撲 然後產品像粉底液你上的量 就可以上多一點沒關係 因為反正粉撲會把多的量吸走 顏色真的好自然 很少在韓系底妝裡面 用到這麼自然的顏色 然後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次釜山型的彩妝啊 全部 全部 都是在Olivian買的 因為我沒有去任何的品牌專門店 因為Olivian這太方便 它可以直接現場就退稅 然後又集結了很多牌子 然後釜山的Olivian 我覺得貨色號什麼的都還滿齊全的 所以我就是在Olivian盡情的買 狂買爆買 我現在上完半臉 然後我手臂還剩下超多量的 我覺得這個粉底其實用量還滿省的 第一個因為它延展度很好 它是比較乳霜感的嘛 然後再來就是它遮瑕度也不錯 我覺得這樣上一層這下都大概有中上吧 然後它的光澤是屬於這種 我覺得算偏霧光 沒有到非常的水光肌 也就是以韓系底妝來講 算是偏霧的了 然後服貼度也很好 我覺得粉體也算滿細膩的 像我鼻翼這邊很容易卡粉的地方 常常需要用刷具去輔助的 我今天就是用手 然後加粉撲就可以上得很好 完全沒有卡粉 毛孔修斯利也是很漂亮 我覺得是滿可以買的一罐粉底 然後它的控油持妝度呢我覺得 以台灣就是最近台北就開始變熱的情況之下呢 是需要補妝的 就雖然它是這樣 不算到非常水光 但是我覺得它用起來 以我這個混油用起來 還是覺得它算偏保濕的 霧光型粉底 台灣的夏天 蜜粉定妝定起來 補妝補起來 然後另外邊臉呢 我就要來用LUNA這顆齊天 欸我完全是為了這個包裝買的 非常可愛夏天果凍感這種螢光色 超可愛 你看這個綠 配這個橘 韓國品牌真的很會做包裝設計 欸 它的氣淀粉撲黏上去了 它的氣淀粉撲還滿特別的 是那種很軟Q軟Q的類型 就你們看它上面 跟它下面 它兩面是同一個材質的 所以你是可以用完一面髒的 直接翻另外一面繼續使用 然後造型是這樣 有點像貓爪也有點像浴巾像 反正就是這樣三個角角的形狀 滿Q的 然後又配上寬枝袋 我就是喜歡任何的寬枝袋 這一款的色號我記得就沒有到很深喔 我就買了二號色 它這個色號選擇沒有像顆粒有那麼多 欸 我不小心有點壓太大力上太多 這個色號以上你就知道就是稍微比較偏白 而且我覺得就是蠻韓系底妝的狀況 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發揮 它的七線粉布我覺得拍起來是那種比較軟 不是那種厚實的感覺 是軟然後薄薄的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粉布形狀還不錯 而且因為它就是偏軟 然後你看我可以手這樣剛好 卡在那個最尖尖的地方 然後這樣去弄我的鼻翼 然後這一顆的妝感 我覺得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一個對比 跟這邊顆粒 這邊就是超級水光機 就是那種完全韓系 就是那種明星啊什麼的海報上面看到那種水光機 亮到爆炸 這個呢 保濕度真的比較高 然後 我覺得以台灣天衣來講 確實比較沒有那麼實用 但我覺得蠻神奇的是我那天也是這樣半臉半臉 顆粒有跟露娜的氣墊這樣去做對比 一開始這邊氣墊這邊確實會比較快出油 但當長時間到七八個小時之後 兩邊的臉其實那個出油程度看起來就會差不多 就是蠻神奇的 我是覺得可能還是比較適合偏乾肌 而且可能是大部分都待在冷氣房的朋友 再試試看 這個真的是我用過 最符合韓系水光機這幾個名字的氣墊 齁 這水光的爆炸 然後它的粉體其實我覺得算細緻的喔 因為它是這種比較光澤感的 本來就會比較凸顯皮膚紋理跟毛孔 可是你看它修飾毛孔跟修飾紋理的效果 以它的光澤度來講我覺得算是做得還不錯了 然後它遮瑕度是比較偏中低的 你看稍微有點色素沉澱的地方 它都是完全遮不住的 跟顆粒有這邊的遮瑕度我覺得對比也是蠻清楚的 這邊就偏自然然後這邊比較好 對毛孔的處理我覺得也算是蠻細膩的 就是單用氣墊粉部就可以拍的蠻均勻 也沒有白芝麻 但是以毛孔修飾程度來講 我覺得還是顆粒有這邊再強一點 總之兩款都是毛孔友善的啦 就是看各位的膚質跟追求的妝感 我居然忘記用我的粉底刷 我唯一買的底妝上妝工具 就是這款必卡索的粉底刷 而且它還送了兩個海綿 這個海綿就是聽說也是蠻多彩妝師推薦的 之後再想辦法用它 我沒有買任何遮瑕產品 但是這個LUNA的氣墊裡面有送一顆正妝的遮瑕膏 我覺得蠻划算的 然後這個遮瑕膏的顏色也算是蠻實用的 它不是那種特別淺的 我也是有先試用過了 沾取之後一樣也是在手臂上稍微揉開 然後再上臉 這個色號我覺得還蠻適合你黑眼圈不是特別特別嚴重的人 就是它是可以拿來修飾黑眼圈跟泛紅的 算是一個自然膚色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的黑眼圈跟我一樣是比較嚴重的人 可能還是要用一些帶橘的顏色會更加適合 我先說我今天的妝容可能不會畫得太完整或是太漂亮 因為我就是想要讓 盡量讓這些產品都上臉試給大家看 所以可能就是以試產品為主 不是妝容分享 好用這個遮完效果就是這樣 但是我的淚溝太深了 所以等一下還是要另外用其他的遮瑕膏來提亮 我覺得這個組合其實算是蠻划算的 就是有氣墊然後又送一個正貨的遮瑕膏 而且LUNA的遮瑕產品算是在韓式品牌當中 做的口碑蠻好的 如果你剛好是很乾很乾的皮膚 然後很喜歡這種水光感的話 這個組合是可以考慮的 我的淚溝稍微有用淺色的遮瑕膏去提亮了 接下來我想要用Lily By Red的粉狀腮紅 它這個粉狀腮紅有推出這種比較淺的 看起來是這種澎潤色的 打開來是這種感覺 它同一個系列還有推出一個是比較偏橘色調 然後我買的是這個偏粉色的 這個顏色我想要直接拿來定妝在眼下看看 因為它是澎潤色 它非常好取粉欸 我用這個粉狀腮稍微沾一下 你看上面 不知道會不會翻車喔 就是這樣定妝其實蠻考驗粉質的 欸有沒有 這邊眼下立刻有比較澎亮 效果我覺得還行耶 就是以我是黃皮膚 不是那種冷白色的肌膚來講 我主要就定妝眼周這一區啦 讓這一區提亮 首先我覺得粉質還可以 就是我這樣直接 你知道用這個粉撲一次壓蠻大量的粉上去 這樣直接上上去 目前沒有結塊 然後看起來也蠻服貼的 等一下我另外邊臉 我想到我還有買一顆也是很淺色的 就這個系列Colorgram的腮紅 我也是全包了 因為Colorgram在韓國 定價很便宜 它的產品大概都一兩百塊台幣 就是不太超過三百塊台幣 我就是一直在進行一個薄色的動作 四個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其中澎潤色的話應該是二號跟四號 就是一個粉一個紙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Colorgram的二號四號 跟Lily By Red一號這個澎潤色腮紅的對比 顏色淺度上這樣直接看產品 會覺得Lily By Red還是比較淺的 這兩顆Colorgram的還是比較偏向腮紅感 手背試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是Colorgram的二號四號 Lily By Red一號 我覺得摸粉質的話滿明顯 Lily By Red的粉質是在更細緻的 雖然它們都是開架 可是Colorgram的定價又是更加便宜 它大概都是Lily By Red或是Romaine的半價而已 就是真的是非常便宜 所以我覺得它粉質稍微粗一點 我是可以接受的 手背刷色的話就覺得 沒有在盤子裡面看起來 顏色差異那麼大 手背刷色看起來顏色還滿像的 那我就來用Colorgram的四號色偏紫的這個顏色 來定妝這邊的眼周 好一樣也是用粉撲這樣沾去 我覺得Lily By Red的粉是比較鬆的 就是這樣 你知道用粉撲沾去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出差別 用氣墊上妝這邊我會有逐漸感覺到黏膩感 我這個混油肌真的是沒辦法handle住水光肌捏 上臉兩邊對比我覺得Lily By Red這邊有比較提亮耶 有些微的差異 就是這邊一樣也是用這種淺紫色 有澎潤感的顏色去定妝 可是我覺得好像會有一點點發灰 有點灰紫的感覺 就是提亮感沒有Lily By Red這麼的優秀 真的耶 越看越覺得 這邊是不是真的有漂亮 好接下來我踢去的部分 我就另外用這個NARS的小白皮定妝 然後我們接下來進行腮紅的部分 液態和霜狀腮紅的部分 我也是買了Colorgram跟Lily By Red 我覺得接下來會越來越多韓系 或是各種品牌會出這種霜狀 我覺得霜狀的腮紅是一個趨勢 我上一支化妝包的Garity with me 那個影片有用這個Colorgram的嘛 那我這邊就四個顏色試色給大家看一下 好四個顏色都在這了 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我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有一點螢光色 會有點害怕 但是它這個顏色其實上臉會蠻自然 會有點變半透半透的 它的質地我覺得是比較偏水 你可以看到光澤度是比較強的那種 所以它真的就是比較適合定妝前使用 如果你是定妝後使用的話 它蠻高的機率是會把頂妝黏走的 它這個一支我記得大概都是100多台幣而已 然後你看到這種很夏天感的顏色 就會忍不住想包色啊 而且它是這種軟管的包裝 然後擠出來就蠻適合混色的 就是你可以買 就是你知道這四個顏色都可以混來混去 那我那支影片用了這兩個顏色 我這支影片就來試一下這個 看起來比較恐怖 比較螢光感的顏色 上臉那個橘色 有沒有 上臉就是比較偏清透的那種 沒有手上試色看起來那麼恐怖 好夏天喔 感覺很適合擦這個顏色 然後去一些海邊玩 二號色的顏色比較重 所以就比較適合小範圍的疊下一點點 而且可能比較適合放在這種 有點腮紅銜接胸的這個位置 還蠻好看的吧 這種透透的感覺 這四個腮紅呢 我有多出一份 就是全新的 不是我用過的 然後打算抽獎送大家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影片最後 那另外一邊臉呢 我們就來用Lily Black Red的雙狀腮紅 他們家我之前有買一個 比較小的紫色的雙狀腮紅 用起來覺得還行 所以這次去就買了 二號跟三號 他們家的色號比較沒有那麼齊全 就是感覺也是蠻熱賣 有些顏色好像都斷貨了 一樣是給大家看一下手部刷色 這個是二號這個是三號 它的質地就是比較偏霜狀 沒有這麼油潤 沒有這麼水 感覺是比較不會黏走底妝的類型 圓看的話顏色是長這樣 我覺得算是顯色度比較自然的 我來用一下這個三號色 就是感覺跟這邊的落差不會那麼大 然後手配上調整一下用量 再上臉 也是蠻可愛的 這個顏色感覺蠻適合一些小麥集的 擦起來感覺會非常有元氣 我覺得Lily By Red這個顯色度 感覺是比較好控制的 因為現在看一看 我是覺得這邊好像 那個色塊感比較明顯 可能需要稍微用遮瑕或是定妝 以後用其他的腮紅顏色 稍微去過渡一下這邊的色塊感 但Lily By Red這邊就沒有什麼色塊感 融合得非常好 粉紅色這個要不要也用一點呢 這個是二號色 上點在這個 蘋果肌的位置 顏色雖然看起來很粉 有一點點恐怖 但這上臉其實蠻自然的 好兩邊臉的腮紅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粉底把這個腮紅蓋掉了 因為我後面還有很多粉狀腮紅要試 我剛剛有補了一點修容 然後接下來眉毛產品呢 我買了Romain的眉筆來試試看 因為他在買一送去感覺蠻划算的 我買了顏色跟我以往選擇的眉筆色號不太一樣 我這次買的是比較咖啡色的 然後他的色號是W1 Gentle Brown 我買這個顏色是因為想要試試看眉毛 顏色化淡一點 不要這麼的濃黑 他算是那種顯色度比較適中 然後筆心軟硬度也是比較適中 不是到超軟一上色就很顯色的那種 嗯畫起來果然是那種比較自然感的 嗯這個色號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用在黑頭髮上面也不會覺得太怪 不會太咖啡然後也沒有太偏紅偏紅 我覺得蠻好看的欸 這就是我想要嘗試的比較淺一點 自然感一點的眉毛 Olivian是真的蠻容易讓人失心瘋的 因為他會蠻多這種買一送一啊 或是買二送一的活動 然後也有一些產品是他的贈品是Olivian 特別的那種組合 然後你就會忍不住就覺得 現在不買去別的地方也買不到那就是要買啊 腦波就非常弱 好眉毛畫完的感覺大概是像這樣 我沒有買任何的眉毛定型產品 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下Edub的這一款 素描高手野生眉定型膏我覺得蠻好用的 這個是我之前收到的公關品 然後它是那種透明的眉膠 它不會泛白然後膏體的濃稠度我覺得也剛剛好 不會讓你不小心上一大坨在眉毛上面 雖然不是這次的購物但我覺得它蠻好用的 所以就順便分享一下 接下來即將進入我的眼影大軍 呃比較小盤眼影是買了三盤 然後Holika Holika的單色眼影 買了五個 眼影盤的部分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就一個一個慢慢來看齁 首先我先來試一下那個Holika的單色眼影 它單色眼影有非常多種質地 有霧面珠光比較大亮片的質地 各自買了一些 首先是兩個看起來非常溫柔百搭的霧面色 而且這兩個顏色我會選的原因就是覺得他們也蠻適合當腮紅的 首部試色是長這樣我覺得顯色度算是中等 就是以韓系眼影來講算是中間 然後比較顯色是那種顆粒有的眼影 然後這個就是中等偏清淡一點點的感覺 還有買了一個深咖啡色 這個顏色就是蠻多彩妝師會拿來當成眼線色用 我覺得它粉質算是那種蠻絲滑的 你在摸的時候完全沒有任何的顆粒感 細緻度是好的 但是它感覺是會有一點飛粉 因為我這樣用手摸一下 那個粉末會有點跑出來 深咖啡的顯色度就是蠻濃烈的 這個顏色真的是蠻適合當眼線色用 再來是一顆珠光的質地 他們家的珠光眼影也是很多彩妝師拿來提亮臥產用的 光澤度還蠻細緻 但是屬於那種比較自然的提亮感 不是那種很亮很亮的那種類型 最後這一顆一看就覺得跟其他很不一樣 它上面還有壓紋 這顆真的是超閃非常的漂亮 欸很漂亮 而且它是那種有底色的 它這顆的亮片質地就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其實會讓我有點想到那個Urban Decay的牛郎 就有點那種感覺 真的很漂亮 然後跟旁邊那個細緻珠光 就形成一個蠻大的對比 差別蠻大的這個妝感 我們就來稍微試一下這個眼影的質地 用淺色的直接在眼皮做一個打底 再用這個灰粉色去疊加 深咖啡色小範圍的加深 這個深咖啡色實際上眼皮的飽和度 我覺得算是蠻好駕馭的 不會太濃烈 就蠻適合先用這個 大概畫一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後續可以再疊加其他的眼線液什麼的 我現在就是有點隨便亂畫 所以畫的不是很好看 請各位見諒 再來疊加珠光色 這個珠光真的是蠻清淡的 就是對於我的口味來講 會覺得有一點太淡了 但就可能蠻適合一些 喜歡比較低調光澤感的人吧 再來疊加這顆我非常期待的 我只沾了一點點 然後疊在眼皮的中央 這顆真的蠻漂亮的 用手指上也沒有什麼非粉 服貼度還行 好給大家參考一下這個 單色眼影畫起來的眼妝 好快速的總結一下 Horikia的單色眼影 我覺得算是偏清淡的 顯色度只有中等 眼影的細緻度跟服貼度還不錯 適合喜歡日常妝容 清淡眼影的人 再來分享這一盤 Lily By Red的眼影盤好了 這一盤它其實不是新品 可是它就是非常多彩妝師 都愛用推薦 然後也是很多韓系YouTuber的 年度最愛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買一盤試試看好了 然後我就買了三號色 它是一個比較偏冷色調的大地色系 看起來非常的實用 而且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做這種凸凸的感覺 然後它整個包裝是這種感覺 蠻漂亮的 我布刷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它霧面色粉質還不錯 蠻細緻的 然後顯色度也是算中上 最深的咖啡色也沒有到超級濃烈 手上的刷色都是疊了兩成以上的飽和度 然後要注意的是我覺得它的珠光亮片色摸起來偏粗糙 一樣也是直接上眼皮試試看 然後它的淺色呢 在我的風色上面是有一點點 可能看不太出層次感的 但還好它是有一些深色的顏色安排 那我就先用這個顏色 用淺色過渡一下邊界 三角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好像眼窩的後半疊加 我覺得它的霧面做得還不錯 雖然不是那種很飽和的顏色 但是蠻好暈染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飛粉 就這個眼影質地暈染起來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用力不需要太費時間 然後它就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 用最深的咖啡色 小範圍的加深 也加一些珠光色 這盤的珠光色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的散度有點太鬆散了 就它這個妝感 珠光的妝感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再來用這盤莉莉白瑞完成的眼妝 快速的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盤可以因為它的霧面色去買 因為我覺得它蠻適合一些初學者 或是還不太會畫眼影的朋友 以這種冷色調的咖啡色來講 算是很容易畫髒的顏色 但是這盤的顯色度 算是比較適中比較清淡 所以我覺得它怎麼畫 都不太會髒 然後又加上它的霧面是非常好暈染的 就連最深的咖啡色 我覺得也很好暈染 然後飽和度也是比較 欸沒那麼濃烈啦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好控制的 珠光色我不太喜歡 就還好這盤是以霧面色為主 欸你們看一下這個珠光的對比 HOLICA的那個比較大亮片那顆珠光色 跟這邊的莉莉白瑞 欸就有差吧 我真的覺得HOLICA這邊的珠光是更漂亮的 就是大亮片那顆 有沒有 你們看這樣兩邊眼睛對比 就蠻明顯的 這邊的珠光是比較密集 然後閃的比較平均的 然後這邊就是 鬆鬆閃閃 滴滴啦啦的感覺 光澤度也是HOLICA這邊的是表現得更好 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用一樣 是莉莉白瑞這個一號色的腮紅 然後定妝我的眼皮 然後發覺 它有一點香味欸 因為這個香味是有點古早化妝品的味道 但是不會到非常濃 因為像我剛剛在用的時候 其實沒有發現 是我現在在用的時候 才發現到它有一點香味 只是就 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然後我同時就想到 我前面底妝產品 都沒有提到香味的部分 它們好像都沒有香味 因為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特別注意到 嗯 沒有香味 甚至也沒有什麼原物料味 我剛剛吸超大口 顆粒 嗯 顆粒這個粉底液 就有淡淡的香味 但是味道非常淡 嗯 我這樣大力聞 才會聞到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花香味 但是就是要你很這樣 很這樣直接聞 才會注意到 嗯 好這邊就是補充提醒大家 好接下來想要試這個 Wake Make的眼影盤 它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火熱 而且它就是 它算是眼影更新吧 就是它之前其實也有推出 這麼多色的眼影盤 然後它就是一次更新 然後就是它一堆色號 都一次更新這樣子 然後像Olivia就有推出這種是 它有一些特別的色號是有配 比如說像這個是液態腮紅 然後這個我記得它 好像附的就是一個 眼部打底膏吧 就是它是一個膚色的 但這個液態腮紅我完全忘記用 我等一下就是手臂 稍微試一下它的指定 首先這盤呢是七號色 然後它就是配了一個 同色系的腮紅 這盤會讓我想買 原因就是因為也是很夏天感 哇你們看它的眼影盒 非常的薄 很像那種 明片感非常非常的薄 這盤顏色就是有一種 西柚色蘇打汽水的感覺 但你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系列的色號 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它那種 淺色中間色非常的多 然後最深的顏色其實也沒有到很深 然後我記得它其他 不管是冷色調偏粉色調 都是這種狀況 就是蠻多盤都是淺色啊 中間色一大堆 然後深色偏少 所以可以預期它這個系列的眼影盤 應該是會比較適合皮膚 膚色偏淺的朋友 如果是皮膚比較健康的朋友 可能就是那個眼影的 漸層感會沒那麼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刷色 這盤的粉質很棒耶 不管是霧面還是珠光都很漂亮 然後你看它珠光的層次感跟閃度 都蠻讓人期待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真的 淺色偏多 中間色淺色超級多 像這種淺色中間色 可能在我的眼皮上面 就會看起來都是差不多的 還想要講一下它的顯色度 飽和度 雖然它顏色淺 但是我覺得它的飽和度 手部刷色目前看起來 是比剛才前面兩盤眼影都來的高 顏色推開來還蠻好看的 是這種帶一點橘色調 而且是有點偏透的 但是我覺得它乾的速度蠻快 因為像現在它已經完全乾掉了 所以這個上臉可能手速要蠻快的 不能太慢 同一個系列我還買了這個色號 是5號色 它的顏色是這種粉中色的感覺 然後一樣也是中間色淺色偏多 深色的部分比較少 來試試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盤的粉質一樣也是蠻好的 但是它的淺色中間色真的落差太小了 在我的手部刷色看起來都幾乎一模一樣 你們看這些顏色 看中間這邊 看起來就是每個都是同一個顏色啊 讓它上眼皮鐵定更是看不出差別 天啊這一盤真的 你不是皮膚超級白的朋友 不用靠近 這盤真的是 有點讓我講不出話來 這盤它搭配就是一個眼部打底膏 它這個眼部打底膏還蠻香的 我剛剛一打開畫在手背上 好香好香 然後它這個是透明的質地 好我一樣左右眼都是一個色號給大家參考 先用這個顏色 這盤顏色淺歸淺但是飽和度確實蠻不錯的 像這個顏色我就覺得 上我的眼皮我居然看得出來它是一個淡淡的橘色 很肥 再來用這個顏色 真的就是飽和度有 但是顏色跟顏色之間的層次感看不太出來 沾取最深的顏色 疊加一點珠光色 好用這盤的眼妝大概是長這樣 好我快速的講一下 其實這盤我畫起來我覺得它的粉質我是喜歡的 真的就是唯一可惜在就是這個顏色的跨度不夠 深淺部分不夠大 最深的顏色依然是非常淺 但就是蠻適合 就是你只想畫淡妝的人 可是會有點不懂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色的眼影 因為就是它中間的顏色都太香 不如我就買一個四色的眼影盤這樣 但粉質的部分其實是OK的 我唯一就是不喜歡它這個 霧面裡面夾珠光的這個顏色 因為它在上的時候 它那個珠光的顆粒會飛到眼睛下面 我就覺得這個不太行 接下來使用這一盤 哇這一盤的顏色就更難了 太多一樣的 中間這四個顏色 我覺得它們看起來就一模一樣 我就混在一起用好了 那四個顏色混在一起就是 蠻適合當我的打底色的 眼皮打底色 有一點點收斂眼皮的感覺 一樣用最淺色 稍微暈染一下這個邊界 畫淺色眼影的話 大家就一定要把你的眼皮先用遮瑕膏 或是底妝產品 弄乾淨一點再畫 再來我們可以直接挑到比較深的顏色了 上在雙眼皮折痕內 然後稍微暈染出去 再來用最深的這個顏色 雖然它也沒多深 加深眼尾後半 這個顏色滿適合拿來加深 因為它畫起來也不會到太濃 但它就比較不適合拿來當眼線色 因為真的滿淡的 用這個顏色 稍微過渡一下剛才最深的顏色的邊緣 雖然顏色很淺 但我覺得它霧面的粉質是真的不錯 你看那個漸層度 完全沒有任何的邊界感 再來使用珠光色 它這一盤有一個這種比較斷光的 閃度沒有那麼高的質地 看起來也是偏透的那種 比較不是我的菜 疊加兩層那個亮度有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比較細緻型的珠光 再來疊加這個亮片比較大的 好這盤畫起來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給大家看一下兩個色號 在眼皮上不同的感覺 好這盤五號色呢 我覺得就算是白肌 可能也畫不出中間這些顏色的差異 就是那個層次感應該是畫不出來的 真的看起來就是一模一樣 但我個人會蠻期待他們家一樣用這個粉質 然後未來出一些顏色跨度再大一點的 就是色號 期待 希望 拜託 拜託了品牌 不是每個人都是白肌好嗎 好接下來也是把這個眼影卸掉 我再回來 好接下來想要來講一下KOLIO的新品 這盤剛好就是我在福山玩那幾天它才上市 之前這個系列呢我有買了它那個1號色 比較咖啡色的那個顏色 我用了很喜歡 因為KOLIO的顏色飽和度什麼的都比其他韓系品牌來的高 然後加上那一盤的顏色跨度淺到深是比較有層次感的 然後就連我黃皮膚畫起來也是覺得非常的滿意 就是那個飽和度是非常的優秀 皮膚比較深一點的人也是可以買的 但是我要來講一下這一盤最新的色號 這個3號色呢大家可能可以從盤子裡面就看得出來 它的顏色跨度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整體的顏色是比較偏清淡的 那我實際上眼皮用起來也是覺得 雖然它飽和度是有 但是顏色也是偏淺 比較適合皮膚偏白一點的 如果你是想賣膚色的話 這個色號我就會不會建議你買 你就可能比較適合1號跟2號色 這盤我有實際上也用過 它的腮紅的顏色其實也是飽和度滿夠的 雖然淺 可是上在我膚色上面是顯色的 但是這個修容色呢 就是真的太淺了 然後這個打亮色呢 我覺得拿來打亮在眼頭鼻子這邊 打亮效果都滿好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天把它打亮在我的臉頰上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顯皮膚的紋理 就覺得有一點粗糙感 就是這個粉質的部分覺得不夠細膩 那這邊一樣也是手部適色給大家參考 來手部適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可以看到最深的顏色依然是很淺 這兩個深色真的是淺到爆炸 但是KOLIO真的是滿會做珠光亮片色的 你看中間那兩個顏色非常漂亮 而且持久度也非常好 服貼度也好 然後這邊那個珠光跟腮紅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我剛剛講的修容色應該也不是修容呢 它其實實際刷色看起來也是偏霧面提亮的顏色 我們應該會不會在一起 4色眼影的部分 我買了兩盤Rawman跟一盤Colorgram 但其實只有Colorgram是新品 然後我買的是三號色 Rawman這兩盤其實是之前就有的 只是說聽說它的粉質有更新 然後我現場試摸也覺得 飽和度感覺有更加提升 然後粉質摸起來也很細膩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色好來試試 給大家看一下這是Colorgram的三號色 非常日常的粉棕色 顏色看起來是比較偏清淡的 所以我不需要再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現場試色的時候覺得 感覺還不錯我就買了 但我現在手部刷了就覺得 呃這到底是什麼 顏色淡成這樣 然後粉質的細膩度我覺得也差了一點 就是跟前面幾盤相比的話 這盤的粉感覺比較鬆 然後也稍微粗了一點點 然後亮片色一樣也是有點偏粗 雖然這個閃度蠻不錯的 我到底為什麼會買這盤 拿遠看甚至看不到顏色 前面這三個顏色都快要融回我的皮膚了 Rawman我買了一個是M02 然後另外一個是W01 來一樣給大家試色參考 這個顯色度跟剛才那盤Colorgram的 一看就是很大的區別吧 而且你看這個珠光好漂亮喔 兩個色號都很漂亮 Rawman這盤就選一個比較特別的色號 W01這個上眼試試好了 然後另外一邊眼睛雖然 雖然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要買它 但我還是來試一下 搞不好它上眼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也說不定 再來用這個顏色加深 雖然說是加深 但也不會深到哪裡去 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用它兩個霧面色畫起來是長這樣 好啦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滿適合那種尾素顏 不想讓大家看出來 你有畫眼妝的時候是可以用這種顏色 因為就是真的很淡 可是又可以讓你的眼皮稍微有消腫的感覺 真的就是非常清淡啦 完全不同風格 接下來疊加一點它的亮片色 它的亮片閃度跟它的那個妝效 我覺得也算是偏清淡的 不是到那種很濃烈的閃 給大家參考一下這一盤畫起來的效果 就是很適合清淡派妝容的人 接下來使用Rawman的這一盤 先用這個顏色 可以眼污做一個打底 接下來用到比較淺的這個顏色 暈染一下邊界 再來使用最深的顏色 從眼尾這邊加深 這個就很明顯有一個加深的感覺了 再來使用珠光色 它這個珠光色還滿漂亮的耶 它是非常有層次的 有小顆粒也有比較大顆粒的亮片 五顏六色的 好給大家參考一下 Rawman這盤的眼影畫完長這樣 好我覺得一樣四色眼影還滿明顯 Rawman這邊的表現是更好的 就是我會覺得雖然colorgram比較便宜 但Rawman也沒有跪到哪裡去 就買Rawman吧 你們看到我眼皮又恢復原樣就表示 還有點影還沒玩 Rawman我還有買 這盤就是比較新的眼頰盤 然後是它這個腮紅部分是愛心的 非常可愛 然後出了兩個色號 一個是我手上這個偏橘的 然後另外一個色號就是偏粉的 那我這邊就是買了一盤來試試看 但這盤也是我覺得 相對於其他我買的色號來講 它這兩個一號跟二號的兩個顏色 都是偏清淡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春夏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韓系最近的新品 顏色真的都是出的比較淡 另外這兩盤眼影盤呢 就是因為摸了它粉質覺得變好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我之前沒有的色號 一個是五號一個是九號 一樣是手部刷色都給大家參考 首先是這一盤眼頰盤的刷色 將將是不是很漂亮 它的顏色雖然整體也是偏淺的 但是你們看它那個珠光 那兩顆珠光色都很漂亮 前面這四個呢是眼影色 然後這個是亮片珠光色 然後這個是腮紅色 腮紅色也是偏淺 這一顆珠光亮片色真的超閃很漂亮 我覺得它已經有點做得像 顆粒的那種珠光亮片色了 因為我覺得顆粒是韓系眼影當中 最會做這種質地的品牌 但Romance這顆已經蠻接近他們家做的 接下來是全霧面的五色盤 這場我記得我現場刷色的時候 覺得它顏色跨度還行 但是怎麼現在到手上之後 就覺得它淺色這些看起來又都差不多 但粉質的部分是真的還不錯 很綿密 然後我覺得感覺也沒有像以前那麼乾 然後沒有那麼鬆 這一盤是9號色 是比較偏冷紫色系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霧面顏色跨度就蠻合理的 從淺到深都有 中間色也是有一點變化性 刷色給大家參考 這一盤的珠光色超級漂亮 我覺得Romance不只是霧面 連珠光的粉質都提升非常多 好我這兩隻眼皮先上眼這兩盤給大家看看 然後最後再來用這個霧面色的來畫我今天的眼妝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些眼影蜜 握產地的產品消失 所以最後再來用這個霧面盤 先用這個顏色直接鋪在眼皮上面 再來使用它這個咖啡色 我就把它混在一起用 加深眼尾的後半部 欸?這個顏色上眼皮還算蠻顯色的吧 跟其他你知道前面的眼影比起來的話 來用一點這個珠光色 一個比較日常感的珠光 我覺得它的那個橘色的感覺 其實上眼皮沒有很明顯 再來用我個人非常期待的這一顆 疊加在眼皮的中央 這一顆真的很漂亮 但是它是有點偏珍珠白 比較淺的這種亮片色 好這盤我覺得其實實際上也還蠻漂亮的 比我想像中的來的可以畫出那個深邃度 就是它最深的咖啡色其實上眼皮 我覺得這個顯色度跟它這個 咖啡的濃度是ok的 我覺得唯一比較可惜的就是 它這個中間色的顯色度 應該說它這個顏色的深度 它還是有點太淺 如果它顏色可以再重一點 再真的更橘一點的話 我覺得跟這個珠光結合起來 就這個疊加效果可能會更漂亮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看我的眼妝 就會覺得蠻清透的 但是看不太出這種橘色的感覺 但反之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找 有一點點偏橘 但又不要這麼橘 不要這麼顯眼的話 那這一盤可能就會蠻適合你的 然後它這個珠光的服貼度也蠻好的 沒有什麼落粉 我覺得KOLIO的珠光亮片眼影的寶座 有人要挑戰囉 好接下來用到這一盤 這一盤我也是蠻期待的 先用這個顏色打個底吧 再用這個顏色疊加 再來這個顏色 再換一個更深一點的 最深的顏色加深睫毛的根部 再來使用我非常期待的珠光色 好給大家看一下用這一盤畫的眼妝長這樣 好這盤我實際畫完我覺得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小失望 但是因為我本來是期待這一盤 好像可以畫出更濃烈的眼妝 但沒有它就是還是偏日常 就它的顯色度不會說到太清淡 但是就是它最深的這個顏色 你看當眼線色也沒有說到很濃黑 整體還是偏日常 對就是日常 接下來是全霧面的5號色這一盤 然後我這一次眼影試妝 都是用同樣的兩支眼影刷 但是我都有把它們的 就是上面的魚粉在面子上面弄掉 然後再試下一盤 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我眼皮卸掉之後 重新上的那個遮瑕膏 當做眼部打底膏 就是前面這個LUNA 欸我覺得它這個顏色 其實蠻適合當眼皮打底的 就是可以把眼皮的暗層寫濕遮得蠻好 然後顏色對我來講就是蠻自然的 不會太白 接下來進入眼妝的部分 我覺得我可以直接用後面一點的顏色 比我想像中深一點 但沒關係我們就從後半部 慢慢的往上往前帶 接下來換用淺一點的顏色 過渡一下這個眼影的邊界 用這個顏色 再來使用深咖啡 一樣也是加深睫毛根部 然後慢慢的往上暈 然後可以稍微往後帶一點 接下來換一支比較扁平的眼線刷 這支是B卡索的712 用它來畫眼線 一樣也是用那個深咖啡色 用最淺色稍微清理一下眼線下面這個位置 用這盤的眼妝就長這樣 好這盤全霧面的5號色呢 我實際畫完我覺得 其實它這個濃淡度我是蠻喜歡的耶 就是畫起來是很乾淨 然後有深邃度的大地色眼妝 但是就是我在用的時候 還是會以後面的顏色 比較深的顏色為主 就是淺色的部分用的會比較少 但整體來講我還是蠻喜歡的 好我們終於可以離開眼影盤的世界了 我們接下來要進入其他的眼目產品們 好這個Colorgram的亮片眼影蜜呢 我之前就買過它的質地我蠻喜歡的 就是蠻持久 閃度也夠 而且它的質地也是有那種很大亮片的 跟稍微小一點亮片的 就是質地選擇色號什麼的也蠻多 然後又價格很平價 我就覺得還蠻可以買的 然後我這次又買了兩個顏色 而且它好像也是有小小改版 給大家看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10號也不是12號色 10號就是裡面的亮片顆粒是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它是比較偏淺的香檳色 超級漂亮 超美超美超級美 再來12號這個顏色就是比較sharpa一點 它就是亮片非常大顆 非常適合上舞台 日常妝我就不太適合了 好閃啊 而且這一顆的裡面的顏色非常豐富 因為它的質地就是有大亮片也有小亮片 然後顏色也是屬於那種比較七彩的 好美好美 給大家看一下這兩個顏色 怎麼這麼漂亮 救命救命 他們家用我真的買了很多東西 然後我用到目前我覺得 真的最值得買的就是這個亮片眼影 超美真的超美 那我就疊加一點在我眼皮上面嗎 一樣也是一邊用一個好了 我這邊就用10號色 這個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太誇張的話 真的就是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這樣就已經夠多了 拍開拍開 然後你 對 剛剛那樣就是比較日常 然後如果你覺得不夠多 呵呵呵 這樣就會更閃 再疊第二層 好漂亮 這邊就用12號這個亮片比較大顆的 這顆的底是比較透明的 不小心就有點上太多了 那個亮片很大顆很閃 想要平衡一下兩邊眼睛 雖然我說今天的就是以試產品為主 不是妝容為主 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要補一下 這邊也補一些12號亮片比較大的這個顏色 它這個就是那種 你還沒乾之前可以讓你稍微輕拍 它就是可以被拍得比較散 然後你等它乾的話它就也不太會位移 然後如果你想要讓它就是不要太位移的話 然後你的眼皮你是有雙眼皮折痕 折痕比較多的人 就是稍微不要那麼快把眼睛張開 就是等它可能一兩分鐘 不用太久它就會乾了 乾了之後 你再張開眼睛的話它就比較不會 你知道那個亮片就比較不會跑來跑去 不會跑到折痕裡面去 還是太漂亮了 這個光澤這個亮片感 好接下來有一些這個我忘記了 這個不是在Olivian買的 這個是在大創買的 它是那種眼影棒 眼影筆 然後我買了兩個是那種 可以拿來當臥蠶打亮色的 然後它有一個比較深的 我忘記 我等一下打開來看一下是什麼顏色 我有點忘記我買了什麼 首先看一下這個臥蠶筆 我買的是2號跟3號 它打開來是這種 是旋轉可以轉進可以轉出的這種眼影棒 這個是2號 比較細閃的類型 再來這個是3號 它閃度是比2號高 然後它的亮片顆粒也比較大一點 有一點看的話是這樣 欸這個3號真的是蠻閃的 然後2號感覺是有一點底色的 你看它有一點那個咖啡色的底 然後這個3號就是透明底 然後加上香檳 淺的香檳金色珠光這樣 這個在大創買的真的超級便宜 才5000韓幣 5000韓幣是多少台幣 125台幣左右 超便宜 先來用一下2號色 2號畫起來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比較自然的提亮感 然後我覺得畫起來也蠻順的 沒有什麼卡住的感覺 然後那個筆的軟度也蠻好的 再來這邊用3號色 欸我覺得真的還不錯欸 因為我這邊 眼睛下面這邊也是蠻多細紋的 有時候有一些這種眼影筆 在畫的時候會卡住 但它兩個顏色都沒有卡住 然後又這麼的便宜 蠻好的 其實我覺得兩個顏色上眼睛之後呢 都是蠻自然的 就算3號這邊它的珠光顆粒是比較大的 但是實際上來我覺得看起來 也不會太誇張 再來我還有買一支眼線膠筆 我買的是5號色 它這個也是可以轉進可以轉出的那種 這個顏色是一個我覺得 好像比較適合當成畫臥蠻陰影的那種顏色 我覺得我那時候買這個顏色 應該是想說拿來畫臥蠻陰影跟那個 可以畫擴唇這樣子 可以當唇線筆來畫 因為這個顏色如果拿來當眼線的話 我覺得你的 就是除非你的眼影非常淡 不然它當眼線應該是看不太到 那我就拿來當成那個 臥蠻筆畫畫看 欸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 我覺得顏色可以 但是因為它這個質地 畢竟眼線膠 它會有一點點拉扯皮膚的感覺 然後又加上這邊 眼下這邊皮膚比較薄 就比較容易被帶走 但是顏色是真的蠻自然的 就是因為它會拉扯皮膚 所以我要畫得很輕 它比較不會扯皮膚 欸其實效果蠻好的 就好像也不需要用刷具去暈染它 它這個好像我聽Pindy講 好像也是KOLIO KOLIO跟大窗一起出的牌子 反正就蠻便宜的 然後我覺得它現場也有很多試用品 然後還有出眼影盤什麼的 就是全部都非常評價 大家如果去逛那個韓國大窗的話 可以去逛逛 好接下來進入粉狀腮紅部分 粉狀腮紅我也是買了很多 然後先從這個前面剛剛已經有稍微提到 KOLIOGRAM的腮紅開始 我就是四個顏色再手部試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四個顏色遠遠看是這樣 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二號四號就像前面講的 就是那種比較提亮的澎潤色 然後黃皮膚的話 如果你不是喜歡那種擦這種提亮色的話 你可以選一號跟三號 所以腮紅我就盡量試齁 我現在先來用一號 上在這邊 喔 這種偏淺的橘色真的很適合像我們這種偏黃的皮膚 擦起來非常的自然 顏色的那個顯色度也剛剛好 就是會讓你提一點氣色 可是又不會猴子屁股的感覺 這個二號色呢我就拿來提亮 提亮蘋果肌這個位置 好好像有點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前面畢竟定妝的部分已經提亮過了 我這樣壓個兩層 隱約啦 隱約有稍微再亮一點點 再來三號色是這四個顏色裡面當中 稍微比較重一點的顏色 把它上在這 但它就是比較偏那種橘紅感一點的那種腮紅顏色 四號色的部分呢我也是拿來做個提亮 雖然剛剛前面那個上完遮瑕已經有用它提亮了 但就再壓一點在蘋果肌這個位置 欸我覺得那個剛才這個三號這個顏色 加上這個提亮色之後有變得比較好看欸 就是那個有讓那個紅紅橘紅的感覺 變得再更柔和一點 四個顏色都蠻淺的 它的粉質雖然我前面說沒有像Lily by Ray的這麼好 但我覺得如果當腮紅 就是你拿來當真的把它當腮紅 不是你把它拿來當成什麼定妝產品來用的話 當腮紅的話這個粉質其實還是蠻不錯的 而且它又這麼的評價 它一顆好像都一百多塊台幣不到兩百塊 我用粉餅稍微把那個腮紅顏色壓掉之後 接下來試一下Rulman的腮紅 就一樣也是因為聽說粉質改版 然後我一摸就覺得 天哪它的腮紅飽和度有變高 而且我就是一開始就是想說那我先買一個顏色 因為我已經買太多就先買個顏色 然後回去用用看 然後我就是第二天化妝就用那個新買的顏色 然後一下就 立刻又回去多買兩顆 三個顏色分別是C01 N02 W02 它的保護度真的有比以前來得好 然後粉質我覺得還蠻細的 像這種淺色腮紅啊 大家就可以選這種比較密實的刷具 我這邊用的是貝斯加分的MN19 就用這種刷型來上 就因為它本來就比較淺 所以就是可以用這種扎實一點的來上 哇這個顏色蠻淡的 比剛才Colorgram的那個淺橘色還淡 像在我皮膚上面有點看不太到欸 這個色號可能比較適合拿來跟其他更深的顏色 去做深淺的那個漸層暈染 單用的話沒什麼效果 再來我要先用N02然後再疊加W02 就用這兩個顏色上這邊 一樣是用同一把刷具 你看它真的可以很好的區分 這個顏色我覺得很好看欸 它就是偏冷紫色沒有錯 可是它這個沒有到很粉沒有到真的很紫 就蠻適合我們這種偏黃雞蛋 又想嘗試偏紫的腮紅用 再來用W02來提亮 我覺得很好看 可能一瞬間大家會覺得有上東西嗎 就會覺得好像看不到 但它就是一個可以讓你這邊臉中央 看起來比較平整比較乾淨的感覺 這個顏色偏黃皮膚也可以用 因為我覺得它不會太紫 所以就不會有反揮的問題 再來我還有買這個牌子的腮紅 它也是非常便宜 試一下它的粉質 顏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它是霧面的啦 我手上這個亮片是剛才眼影試色留下來的 這顏色因為看起來比較重 然後我覺得可以跟剛才Romane這個C01去做一個深淺的疊擦 上臉比手上刷色感覺來的淺欸 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多擦幾層好像有比較紅潤一點 但就是蠻自然的 它的顯色度也是很自然 就是在盤子裡面看起來這樣 但是其實上起來偏淺 接下來跟前面的腮紅很不一樣 就是Edude愛心的這個系列腮紅 它這個現在在Olivian會有這種套組 它就是這個啦 淺冷色的這個跟這個橘色的有這樣的套組 中間這個比較偏裸色的就沒有 這個粉紅色它就是配這個粉色的手機支架 然後這個橘色它就是配這個珍珠白的 欸這個腮紅很明顯跟剛才那幾個腮紅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飽和度比較高 然後就很適合跟剛才這些淺色去做疊擦 超級好看 因為這顆冷色的粉紅色我已經有過了 我很喜歡 那因為它的飽和度比較高 就會建議大家可以搭配比較鬆散的刷子 這支也是費斯加分的 然後是SD5 沾取 抖掉一點 就是要直接再加上來 有沒有就是這樣 腮紅就有一個層次感 很好看欸這個粉 欸我現在就是 之前都會有點抗拒這種粉色 但是我這一次去韓國回來之後 就有點覺得 今年春夏夏天的部分 好像可以來挑戰一些這種 冷粉色 我前幾天在試KOLIO這盤眼影的時候 也有搭配這個EDU的腮紅 我覺得配起來也是很好看 就是深淺粉紅色去做搭配 接下來想要用這顆橘色系的 欸我這個系列忘記刷色給大家看 等我一下 這個是冷色調 暖色調 跟中間的裸色調 它的這個暖色調這顆橘色 是帶有那種斷光感的 可能會稍微比較顯皮膚紋理喔 這個顏色的曬紅 雖然我剛才說比較顯色 但是其實這樣遠遠看 這個刷色看起來也是滿自然的 在這邊臉呢 我就繼續填加這種橘色系的 然後這一顆我剛才 手部刷色的時候 覺得它是有一點斷光的 欸真的 它是有斷光的 然後是真的 還是會比較凸顯那個皮膚紋理啦 就是跟霧面相比這邊 嗯那個紋理 尤其是我真的腮紅 層層疊疊疊疊那麼多層 現在兩邊臉頰顏色好不一樣喔 天啊 我把這個刷具的魚粉弄掉 然後接下來想要試那個裸色這一顆 這一顆 我就把它加在我鼻子的下面好了 好像也沒什麼地方可以加了 喔 蠻可愛的 看得出來吧 鼻頭這邊下面 上了一點腮紅 我疊加臉在 就是粉色這裡好了 讓這邊的顏色也偏暖一點 欸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些開架的腮紅粉質 都還算不錯 因為我這邊疊了不知道幾百層腮紅 就是霧面這邊看起來還OK 沒有說很厚粉的感覺 那斷光這邊 因為它那個光澤感就是真的會 紋理讓紋理比較明顯 我還是比較喜歡霧面的 斷光的話就是遠看 看起來蠻漂亮 就是不要那麼近看 好粉狀腮紅結束 我接下來進入打亮 打亮的部分呢 欸 也買了不少 其中HOLICA這個貝殼系列的打亮 有嚇到我 欸我原本想說它就是一個 可能長得很漂亮的東西 但我現場用那個試用品 一用就覺得 要買 你們看是不是超級漂亮的 它就是一個冷色一個暖色 再開來之後你看到它那個 貝殼的壓紋 它這樣其實等於一顆是有兩個顏色 然後你也可以把這兩個顏色混著一起用 來試一下 好緊張 我很害怕又是試用品好看 然後到自己手上就變不好看的東西 可以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是1號偏粉紫色調 然後這是2號 它兩顆質地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貝殼那邊是比較細緻 然後比較亮一點的珠光 然後貝殼另外一邊是比較透明底的 就是這個另外一個我比較沒那麼喜歡 我比較喜歡它貝殼上面的這個顏色 欸既然它這個打亮也是分冷暖色 我就把它混在一起擦 然後也是擦在兩邊的臉頰 欸 什麼意思 欸很自然欸 這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怎麼會這樣 欸我滿心期待 欸手上刷色也是滿美的 上臉真的是偏清淡 我再上一臉再眼頭打亮看看好了 當然眼頭打亮還可以 就是要用這種比較小的刷具 比較密實的刷具來上 會比較亮 但我覺得 沒有手部刷色漂亮 好接下來換另外一邊 就是滿清淡的 你看得出來我有點失望嗎 不死心欸 現在應該也是用這個顏色 來上一臉再眼頭 欸我都 我覺得都沒有我當初在店裡刷色的時候 那樣哇的感覺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我還有買別的打亮 接下來這個是Glint Glint的打亮我已經買過兩個色號了 就是我非常喜歡他們家的打亮本質 就是真的很亮很漂亮很綿密很高級的質地 然後我這次買的色號呢 它就是比較碎鑽感的 我買的是二號色 跟我之前買的質地 跟它的那個顏色會有點不太一樣 它看起來就是這樣白白的 鷹白色的 它這個質地呢 就是那種透透的碎鑽打亮 有點像那個Fenty Beauty的那種鑽石打亮 好漂亮 不愧是我喜歡的牌子 你看這個碎鑽感 多美 跟旁邊那個HOLICA的 完全不一樣的質地 超超超漂亮 這個也很適合當做眼影去做點綴 這顆真的是超級閃欸 但是它就是那個珠光顆粒感 亮片比較大的那種質地 如果你真的要上那兩頰的話 它就是會顆粒感很大 你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點 這種其實我比較是想拿來當作局部打亮用的 比如說像 漂亮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牌子 它的打亮總共只有四個色號 我已經買了三個色號 然後三個色號都非常滿意 這個真的很漂亮 你可以拿來上一點在臥蠶上面 我覺得這顆就很像人家說 很像是被星星砸在臉上的感覺 就是你的臉會變很閃很漂亮 喜歡那種爆閃打亮的人一定要買這個 非常漂亮 再來是KOLIO的這顆打亮 它其實也不是新品了 這個我記得我很久以前有買過它 就是以前的版本 就不是這個包裝的 但是裡面看起來長得一模一樣 它就是粉質滿細緻的那種打亮 我還是試一下 哇 也是滿漂亮的 但是就是跟剛才Galine的相比 它就是屬於那種細緻打亮型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亮度還不錯 它的顏色有比那個HOLICA淺 而且我覺得粉質的細緻度 好像也比HOLICA還要再更細 就你看它在屏幕上面那個顆粒感 是更細緻的 遠看的話是這種感覺 嗯它的顏色確實比HOLICA還要淺 比較偏銀白一點點 我臉上眼睛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打亮咧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原本長這樣 疊加上去 喔喔喔喔有有有有有 有 有 我這顆比較亮 這個我比較推薦大家買這個 HOLICA那顆結果還真的就是 重看不重用 等中也刷一點 下巴也刷一點 打下巴也很好看 這個顏色它總共有兩個色號 然後二號色就比較深 一號色是比較淺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白肌或是跟我膚色差不多的話 基本上都是買這個一號色 這個可以買 這個跟GLINT CLEO跟GLINT都可以買 欸 CLEO不愧是我的愛牌 沒有讓我雷到 在進入唇彩之前呢 想要來分享這個Colorgram的唇線筆 它出了兩個顏色 兩個顏色我都包了 它就是一邊是這種陰影色 讓你就是加深那個唇部的陰影 然後另外一邊是這種 唇部的打底色 可以讓你一些比較深的唇色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然後我試了一下我覺得它質地還不錯 它的滑順度雖然沒有那個 另外一個很多韓國採用師推薦的Hot Percent 沒有這一支來的滑順 但是以它的價格來講 我覺得它表現算是很不錯了 而且顏色調得也蠻好的 大家看一下一號色跟二號色 一號色就是比較偏橘 然後二號色就是偏粉 然後他們的陰影色一樣 也是一個比較偏黃 一個比較偏冷 雖然兩個顏色都買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偏黃皮膚的人 應該是一號色會比較適合 欸我可以各畫一半欸 因為嘴唇也剛好可以這樣 好那我這邊就用一號色 先畫這個陰影的感覺 二號色 二號色 二號色的陰影感覺 在我的皮膚上面看起來有點發灰 有點灰紫色的感覺 兩個色號上傳的感覺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一號色欸 二號色看起來真的是有一點 不知道有沒有有點暗淡的感覺欸 好最後還有唇彩的部分 其實唇彩我還有買 但是我今天真的已經影片拍太長了 我現在已經拍到有點頭暈 就是有點太累 我必須要休息了 所以唇彩的部分就是先讓我先試一支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我已經實際有用過了 我有一些心得 是Perry Pera新的這個 Water Bear系列的唇釉 然後我買一次二號色 這支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P姐其實一直阻止我 她說這支用完嘴唇會變超乾 但是 欸我用起來沒有這個問題 我用起來覺得還蠻好的 它擦起來也是那種水光感 我覺得這支的光澤感 跟我之前推薦的 我很喜歡的那個唇釉 就是一樣也是Perry Pera的 光澤唇釉相比的話 我覺得這支比較偏水感的光澤 比較有點透透水感的感覺 就是兩邊的光澤感有點不太一樣 我就直接擦這支給大家看一下 這支是二號色 而且我蠻喜歡它的刷頭是有點尖尖的 就是可以蠻好描繪嘴唇的形狀 然後它有一點點果香味 但是香味也不是太重 然後擦起來就是這樣 有一點點水亮感 它現在跟我剛剛那個唇不搭地 有一點 有點相似 我用手讓它更均勻一點 推開來之後有好一點 但是這個系列我要提醒大家 我覺得它的顏色 實際試色跟你擦到嘴巴之後呢 因為它也是會染唇的 它實際上 顏色沉磨之後會再更深一點 所以像這個二號色 它明明其實是一個蠻淺的顏色 我再手部刷色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它在手背上 其實是這種有點 比較淡的這種顏色 也是有點稀釉感的這種顏色 然後上嘴唇之後 跟手背上有點不太一樣 你看我的下嘴唇 內側部分它已經有點 那個要怎麼講 沉磨 然後顏色就有變比較深 對這我就覺得它顏色上面 會有點差異啦 實際上唇 但質地上來講我覺得還算舒適 我真的長時間帶妝 它也沒有說 變成就是很乾 因為Pinky說它會變酸美嘴 但是我是沒有 但是長時間帶妝的話 它的光澤會減弱 然後再來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比較容易跟其它唇膏 質地會打架 就是有時候久了會有點積線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染唇的顏色 好沒有想到這支影片會結束的這麼突然 因為我真的原本想說 我要把我全部買的東西拍完 可是我拍到現在真的是 已經有點頭暈 沒有辦法再拍下去了 所以我剩下的產品呢 就是主要都是剩唇彩啦 唇彩的部分呢 我之後就是可能在別的影片 或是別的形式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就是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的IG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去韓國購物的時候 也有所幫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